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样跟着车 邀到乌兰的深山 去接送一些长辈 台湾平均的高龄长者 从他生病一直到离世 他的这个卧床的年限 大概可以长达快八年 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 很漫长的这个所谓的 最后的那个所谓旧医的需求 那他如果是在原偏向 他真的出不来 他住在乌兰环山部的深山 蛮深山的地方 算山顶吧 像一般的外面的司机 长到车一定找不到他 一定要当地人本地人的人 才知道那个地方 深山长辈领的药 要经过九弯十八拐上下山 采访团队前进到乌兰的山顶 不过两户人家 其中一户年幼就节肢的阿火 和一只鸡一只猫 生活在这简陋的铁皮屋里 一次还好未来长期的医疗与照护 在高额的载运成本下 谁愿意呢 比如说政府补助我们在离山上面 一个人的交通成本一趟是230块 所以我们必须要共乘 那六个人也才一千出头 可是呢我们必须要行程超过三四个小时 然后而且呢道路很崎岖 这个是一个运行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安全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走台八线 台八线平均每年我的理解 大概都有两个到四个的交通意外 是死于那个叫山崩 运行中无形的成本与高风险 让许多人忘之却不无法投入 以往社区居民会冒着被抓的风险 用着自家车收费 载着社区邻居就医就学送餐 这样的自救队即便合法化 也无法填充在超高龄化下的台湾 庞大的需求 我们看到台湾有13%的 这个所谓的土地 居住了85%的人口 所以代表还有87%的土地 居住不到500万的人口 所以这群人散播在这么大的面积 要去服务它真的很难 现在就从这边接到回泳 前一秒开着车子送长辈旧 一下一秒就可以变成长照服务员 这不是你想象的外傭 而是会在一个社区 同时照料多家的斜杠司机 不仅为自己的生存果腹也帮助他人 一种社区共生的图像渐渐展开 我大概访问了快上千个计程车司机 那我就去理解他们的生命 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开车 怎么用卫星派遣 然后有些司机很乐观 有些司机基本上就是非常负面 所以我们就把司机把它做一个转型 让他多元的斜杠 他可以是长照交通的服务员 他也可以是一个物流士 他在偏向可以帮忙小农 那偏向交通就像维权馆 要把它打通 一旦它通了 偏向的人可以自由地流动 移动 里面就会产生新事 一路从车辆的派遣设计 遇到驾驶训练的推广 这并非只上谈兵 而是已经在实践的路上 杨明华乌来部落长大 以前是位客运司机 因为SARS的关系被迫离开职场 回到家乡刚好有机会 就成为了斜杠司机的一员 我呼呼的老人 他们运气是蛮大的 我看他们病痛 就是一直脱裂这样 他们家里的人也是 也是照顾这个老人 也是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还好有我们这个团体 或是国家补助 他们现在变成生活很正常 他们可以用主语来去做沟通 解决他可能 在上下车的安全这件事情 以及他可能送到医院端里面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可以直接提供协助 而不是说可能需要家属陪同 我们家打1966 只要家里有什么生病之类的 老人或是长张那个 打电话政府有认定可以补助 我们车子就会来载你 其实偏乡的老人有一种特性就是 越偏乡老人越不爱出门 对 那当政府把这样的一个长寿2.0的政策 推到偏乡的时候呢 会发现不晓得个案在哪里 台湾有134个偏乡是被国发会定义是 人口急速流失的原偏乡 所以在那个地方一定要长出 有人愿意去服务他的所谓的周遭邻里的人 所以我们就培训他们在地 然后每合一台车让他可以留在家乡 由我们聘他当司机 他就留在家乡好好地做 以移动服务社会的实践 补足家庭照顾系统的不足 让身处在偏乡里的观寡孤独者 也有被爱的权利 会有这样的十年偏乡行动计划 幕后的推手侯慎宗 他说其实是来自于当初的一场失败 35岁的侯慎宗因为创业不成 负载上议员 接连着婚姻也破局 走投无路之下 被诗歌吸引走进了教会 人生出现了转机 甚至看见上帝的护照 我就是一个罪人 我就是一个全身都是背叛人 我就是一个全身都是肮脏误会的人 所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不敢面对别人 有一天当我就骑着摩托车 像孤魂野鬼在台北 我就走到 骑到和平东路 我就在一个停车的地方 我就看到右边说有一个十字架 听到里面有一阵诗歌传出来 我就被那个诗歌深深的吸引 走进教会在诗歌旋律中 心被大大的医治 侯慎宗遇见主耶稣后 决定重新开始人生 他娶回前妻 上帝也在一场告别式中 让他领受新的护照 他说他这辈子有一个遗憾 就是没有传十万个灵魂给学生 他没有传十万个福音 给十万个灵魂的学生 上帝就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 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这个老师这么年轻离开 还挂念了十万个灵魂的负担 我就说我愿意 我愿意承担这个使命 那时候大量的计程车 车队在打折 在竞争 打折的吸收 其实不是车行 车队吸收 其实是司机去 私下吸收 我看到这群司机其实是在整个科技的这个成长之下的一个最后的一个 没有被分论到 没有被获得它应该获得的 那我就看到这个一个意象 就是在黑暗的街道里面 有好多的计程车司机开着车 那车灯上是一只一只的十字架 我就看到这样的印象 我就觉得 我好想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服事神 是用一个学术研究 去帮助一群走不出来的失败者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就接触到这一群计程车问家 来 来 整得不耐烦了 我觉得上帝没有让我看到美好的未来 但是上帝就让我对下一个石头坚定那个信心 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没有办法看到河对岸是什么 我只要看得到下一个石头就好了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侯胜宗用这句经文成为动力 让自身的专业发挥出最大公约数 迎着上帝的呼召 许多人不看自己的利益 只为在有需要的地方摆上自己的一份